那我们今天有新增两例的境外一路的COVID-19的一个病例 这两例分别是土耳其20多岁的女性跟印尼籍的20多岁女性 案609为土耳其籍20多岁女性 为外籍航空空服员抵台后两天出现发烧等症状 经裁检19号确诊 执勤班机服务区段及旅客能在调查 那案609是外国籍航空的空服员 11月10号自土耳其来台的班机 那他抵台后入住防疫旅馆 那个案原定11月13日搭机返回土耳其 但在11月12日出现肌肉酸痛发生症状 那隔日航空公司联系我国医疗单位至旅馆协助诊疗 那并由该医疗单位通知本署 那个案在11月16日知识医作业流程安排裁检通报 并于今日确诊 那目前住院隔离治疗中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目前初步匡列23名接触者 因皆有适当防护都列自主健康管理 个案执勤时接触的机上旅客 目前仍在调查中 而案610印尼籍20多岁女性 11月17号来台工作 入境时因体温异常遭检疫站拦检 并告知检疫人员在机上曾有不适症状 于机场採检通报 并于19号确诊 以匡列同班机接触者32人 其中23人列居家隔离 另外9位机组人员列自主健康管理 于是新闻物流台北市采访报道